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几位您都熟吗 您介绍一下 打这边开始是我们的常客了 这个浴缸大伙很熟悉 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 但是你这几期也太忙 你也没过来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事 好 著名演员李玲玉老师 在上一期的时候惨遭淘汰 不会吧 穿上韩国的衣服 跳大长金的舞 载歌载舞可好了 我以为他能留下万别箱了 最后把他淘汰了 比赛就是比赛 很多时候是咱们左右不了的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点 颜学金老师 因为他工作的原因 不能再参加我们国色天象的节目了 但是他还是 请了一位实力很强劲的歌手 来帮他完成这个戏曲梦 但是我相信他推荐的这个演员 一定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次来认识一下 今天比赛的演员好吧 好 我也认识一下 我们这今儿是一批一批上来的 这头一批这两位呢 我估计看见李玉刚得特别的亲切 这两位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是男孩 但是一直以女性的状态出现 原来是这样 第一轮末尾淘汰赛的第一名 霍尊 霍尊 大家非常熟 以及从带定组突围进来的 第一位选手 补卫李玲玉的 他的名字叫张远 一队新人就这样走上了我们的殿堂 那我是第一次见到霍尊 因为我在电视上 其他的节目看过他的表演 同时呢 他的每一首歌 其实都打动过我 甚至我也流过眼泪 那如果说对于他们两个来讲 能够登上这个舞台 我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高兴 那两个人棋风对手 降雨两采 接下来这两位也是如此 因为这两位师出同门 又是师兄弟 这打起来看着才过瘾的 同门 对对对 同门 来我们掌声有请 王小丽 压代 都是小组赛里边出来的佼佼者 一位是每天她的歌 陪伴着中国成千上万的大妈跳舞的 爱情买卖的原唱 还有一位是闫学金推荐来的 我们是这样的 这个舞台上每期都有一个大咖 站着唱一个她拿手的歌 林静 走 我知道了 唱吧 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一首歌 新贵妃醉酒 带给大家 好 演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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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宗盛 看到了我的影子 我会有这种感觉 谢谢李宗盛 李宗盛的歌你能唱吗 他刚才有一代表作 贵妃喝多了 我是给他翻译一下 贵妃醉酒 你敢唱两句吗 李宗盛老师版的那个 新贵妃醉酒太深入人心了 你要这样的话 你要这样的话 敢不敢吗 快说 敢 真敢啊 那我们请玉刚老师 站在身边来 你还敢不敢 来来来来 快来快来 手心不要冒汗 快来快来快来 站在身边了 看你还敢不敢 对啊 对啊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月情思天 爱恨两茫茫 万全何时连 紧张了 哇这个唱不好 丢人了都 不能 咋唱都对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月情思天 爱恨茫茫 万全何时连 好棒哦 不一样哦 不一样 有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一听就知道 这个一个是喝的白酒 一个是啤酒 这俩啊 这俩贵非真不一样啊 这是怎么样 郁王俊 他是因为有很多模仿 唱过这首歌的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 霍尊是唱得最好的 但是 但是刚才 玉刚刚才唱的 觉得喝的更多一些 就是更刺一些的 这种感觉 他是带着酒上来的 对对对 霍尊 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然后我也感觉 霍尊内心挺强大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的实力是 是非常强的 这种实力呢 其实表现在还是 他的天赋比较好 那我对于霍尊来讲 我还是希望他 继续坚持 而且呢 未来 我不仅希望 他在流行音乐这方面 有他自己的建树 我也希望他能够 涉及到戏剧舞台 能够让本家说 你唱的是最好的 这个不容易啊 我们谢谢 李宥刚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李宥刚老师 觉得刚才如何 三分多钟 短平快的 然后给我们的信息量 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呢 一朝一试 总之对我的心理 我真的 没有听得太多 我只是感觉 15年前的 我这个小丽哥 他今天又回来了 15年前的小丽哥 对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在一起演出 15年前啥样 小丽哥 其实那个时候 嗓子特别好 因为那个时候 小丽哥 跟他老婆一起演出 那个时候 他老婆唱不上去的那块 都由他来补上去 我们那个 曾经在长春 当时都跑夜场 二人软也跑夜场 他们也挺辛苦 经常能碰到一起 但是特别苦 对 我们老感情 老交进来 所以小丽哥 我挺你啊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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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不容易 是不是特别费嗓子呢 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不用没事 他特别想试试 来来试试 来来试试 不认真的找不到 他找不到 他没找到我 你准行 你有技巧 我就没找到 谁教我 你有技巧 你教他一句 满头乱脚 配 配起嘴 激瓜 远护 耀光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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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光灰 不行 我找不到 我确定找不到 下面才慢慢切磋 这个那个小舌头 是不是要一直在用 那个小舌头 太激动了 你来 我来不了 我也是 你来 你来 这贺男的旅 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鸭蛋和小丽老师 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他们长期的舞台表演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而且今天 鸭蛋表现的 在唱功方面表现的也是 可以说是这么多选手当中 是表现的非常出色的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最好 去那个 去张远那儿去看一下吧 去张远那儿 对对对 哈喽 李玉刚的意外到来 让张远大吃一惊 你又来了 这一次 李玉刚在看望张远的同时 还教给张远一些 有关唱歌的技巧 和正确发音方法 你给他往上走 不用那么那么吃力 但是你今天千万别受我的影响 你上台该怎么唱就怎么唱 这次来为什么要先去看张远呢 因为他们说他挺紧张的 而且呢 我跟张远也算是有交集的 因为第一期我过来了 过来之后就听了他唱 而且他说他一见到我会紧张 那我还是希望消除他这样 紧张的一种感觉 看来我挺开心的 就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 因为之前又觉得自己不好 对现在觉得自己应该还可以 对所以也是一个给他看我 最近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吧 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一定要表现好 有了李玉刚的指导 张远能否把本场的参赛曲目 演绎得更加完美 他又能否顺利晋级呢 让我们敬请期待 这个之前有一个贵人后台找你是哪一位啊 是李玉刚老师我的偶像 怪不得 他有指点你对不对 真的有 李刚你这就不对了啊 王小丽你都没找你为什么找他去 刚才她的后台教你什么了 她真的教我了一点 就是 就可能是唱腔上的东西吧 就比如说我是 玩世间情为何 然后 李玉刚老师教我的是 玩世间情为何 你真的要 就会更像女人一点 李玉刚老师你教她的刚才这个 对 但是他示范的 没有完全的示范出我自己的 那肯定 肯定一下不能那样 但是我们听那句很好了 真的 因为他当时脖子用得多 为世间情为何 他是脖子力量 我告诉他往上再走一走 尽量用气息和头枪的共鸣 我是希望他再往上走一走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现在你找到了那个位置 对吗 就还没找到 就找到一半 可能直到这 但是很不容易 一次听课而已 慕容小小 他不单纯是一个网络歌手 他还有很多自己的辛酸苦辣 所以呢 也不希望所有人 对待慕容小小 是原来的这样的一种 感觉和态度 他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无论是他的扮演 还有他的唱技 他是一次比一次表现好 他平时一直都在模仿邓立军 所以那种特别要味道的东西 给的特别足 比如丝丝入扣 我认为这几组选手来讲 他的排风是最好的 我认为这种特别是发足的